大家好,朱春奧 疫情以來,澳門博彩業員工數量不斷遞減 今年以來雖然進入復甦期開放 但情況仍未改變 澳門統計局公布第二季度末 澳門博彩業共有51693名全職僱員 安年減少1899名 雖然開關後經濟復甦 但博彩業僱員不爭反減 當中可觀有23675名 減少418名 至於6月,博彩業全職僱員平均薪酬超過24000元 按年升6.3 與疫情前2019年10月的平均薪酬差不多 有網友說哪有加工 何時加6.3% 可觀的平均薪酬是20330元 也升了5% 統計對象當然不包括博彩中介人和合作人 即是不包括廳主和突馬仔 此外第二季末博彩業職位空缺有113個 按年增加94個 有興趣大家可以去認證一下 招聘要求方面 6.9%空缺要求有工作經驗 6.5%近只需要高中或以下學歷 要求懂普通話和英語分別佔8.1%和5.7% 澳門大部分都是內地客 你懂普通話比英語更重要 統計局表示 第二季度博彩業有1220人離職 新聘僱員986人空缺率只有0.2% 反映博彩業的人力資源較穩定 過往在澳門做政府工 可以叫做金飯碗 銀飯碗應該是博彩業員工 尤其是莊可 而且莊可規定不會輸入外勞 以為很穩陣 誰知道時勢變了 現在博彩業也不太好混 尤其是博企現在的生意 雖然好很多 但都是微利 沒錯貴賓廳說中場好極都是微利 因為情況下 對成本的控制要求很嚴格 請伙計不會亂請 對現有的伙計 如果有多事做 做得的就做了他 不會請人幫你做 而且博企會對伙計的要求 工作態度、服務方面都很高 稍有差池 都會分分鐘警告你 所以現在做博彩業 比較難做 不過如果你不做博彩業 還有什麼好做呢 至於為何博彩業的固然人工 還升了5-6% 其實疫情期間 大家放無薪假 減薪 都沒有加過人工 為何現在人工又高了呢 不過老實說 統計的數字 不用這麼認真 以你自己的感覺 可能更準確也不一定 好這集 現在大家想支持我做的影片 給你自徒而為 多謝你